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现实就是说我们不发展我们怎样呢 是吧 人家不断发展 希望他放下一部分这些 就是做一种所谓妥协 如果你觉得政府是做错的 你用事实理据去驳斥政府 你去令到市民明白 香港有个现象就是说 其实是放大了的 无论那些比如网上那些不当行李 都是放大了的 拉布未必真正是大部分市民的声音 很希望香港很多人 所谓沉默大多数 不要以为是沉默大多数 因为自己沉默是对的 很多人是错的 即是你觉得 无论你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多小 你都要尽量去为香港发声 为香港做事 那才是为什么呢 除了为自己也是为自己的下一代 其实我最担心是令中央 错误判断香港的形势 对不知香港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按对来月 都是支持国家的发展的 如果这一小处人 错误这样 可能是透过网上 透过什么渠道 令到放大了 以为很多人 令中央错误形势 就不断地去改变香港 现在的现象是一个最大 还是最大的不幸 所以我们 作为我们想香港好人 一定要去压制这种不良的歪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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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